我从春天走来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说好不为你忧伤 担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想要问你想不想 带我到地老天荒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为何不让我分享 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为爱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到底你会怎么想 我跟林霄打算 办两家公司合并 所以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还是一家人 知乃 你是对的 家和万事兴 新公司 就叫和兴吧 和兴好不好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对董事会 还有管理层进行重组 然后我们要制定 一系列的重组方案 预防被任何公司收购 我提议 董事会有股东会选举和更换 每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没错 董事会在任期间 绝对不可以随便解除 任何其他职位 而且董事会交换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超过董事会 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必定会有人反对 反对也没办法 我们总不可能 因为少数的反对牌 而影响我们整个的步伐吧 对 对位 交易所停牌的事情 进行得怎么样了 证券交易所已经通过审核 从明天开始 正式停牌 我觉得 可以通知股东们了 葳葳 你通知赵氏 和熊大的所有股东 明天上午九点 到会议室开会 好的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 来参加这次会议 大家也听说了 熊大跟赵氏集团 将要合并的消息 关于董事长方面 我们决定 在林永雄回来之前 暂时由我担任 下面请副董事长 林骁 介绍一下具体事宜 具体细则 我已经发到大家的邮箱了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地回复 并给出意见 随后 我们将会对公司 开展一系列的整合措施 包括缩减臃种部门 出售多余的不动产 以及卖掉公司 不相干业务的此公司 这一系列的举措呢 不仅仅是为了 对抗甚化投资 更重要的是 为公司的未来 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股票停牌 确实让我们 有很多时间和空闲 可是时间有了 钱呢 我们对抗盛华 可我们的资金 确实是有很大的漏洞 想问一下两位 这个压力 会转嫁给我们这些股东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也在详细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请大家放心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我会给大家一个 非常满意的答复 这个问题知道 这个问题 这一些问题 对我就是 我苦 Marius Chiu 我不清楚 咱们的资金该怎么办呢 请问赵氏和熊大合并的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 请问新公司会引用哪家的名字呢 熊大还是赵氏 新公司叫何兴 取自家何万世兴 请问新公司的董事长将由谁出任呢 不确定 请问重组之后还会进行哪些举措呢 我们会展开新一轮的融资 由于扩大我们的产业链和服务范畴 请问与圣华集团的反收购战 进展到哪个阶段了 我们还在处理 而且会处理得很好 广大股民认为 二位年轻的掌门人没有经验 请问你们怎么看 这一点呢 请广大股民朋友们放心 所谓英雄出少年 在资本的世界里 是不论年龄的 两位董事还有其他事情 所以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好 谢谢各位 请您上等一下 您再跟我说两句话 就说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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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别走啊 请您再说两句话 再说两句话 梦桐 他们已经打算停盘重组了 齐俊啊 这个称呼的习惯你得改一改了 以后在公司你得叫我董事长 董事长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们现在的垂死挣扎 是根本没有用的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 其他的事 齐俊 等我处理好了 我会通知你的 工作吧 好 好 好 叔叔 是葳葳啊 这是你让我准备的资料 好 给我吧 辛苦你了啊 赶紧坐坐坐 叔叔 你身体不适还这么操心工作 叔叔多做点 不是你跟林霄 能减轻点负担吗 老林 葳葳来了 阿姨 没事 我给你伯伯送花 葳葳 最近工作忙吗 还好 还好 谢谢阿姨关系 你跟林霄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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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没有啊 那就好 那怎么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呢 这样你告诉我 如果是我儿子欺负你 你要跟阿姨说 我去批评她 阿姨您想多了 真的 我跟林霄一直挺好的 就是最近工作忙 没有想着感情的事 这工作是工作 感情归感情 感情还是不能忘的啊 对了 我呀刚才去逛街 正好路过我经常买东西的地方 发现了这个新款 挺好看的 然后呢阿姨把它送给你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有坐下来跟你好好聊聊 这是我做母亲的失职 收下吧 阿姨 阿姨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阿姨 我真的不能收 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真的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这孩子真可爱 好好好 这样我先替你保留着 如果有一天 你跟林霄真的走到了那一步 阿姨把它 亲自带到你的脖子上好吗 谢谢阿姨 这孩子还跟我客气 阿姨 我先走了 要不然一会儿没有公车了 好 注意安全 对了 司机在楼下 让他送你吧 好 这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谢谢阿姨 去吧 嗯 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努力 行啦 衣服帮你洗干净了 挂在外面 还有 你手里拿着一个明刹的花瓶 干什么啊 好看啊 小心点啊 四百多万的 我爸最喜欢你 四百万 哎 situ 啊 手跟怎么样 我的头呢 可不止四百万 赵董 你的会所真人太棒了 这么大 真漂亮 真气派 真是 赵董 灵萧跟他们说了下 没想到吧 他们都来了 坐 这呢 我们给你办了一个派对 好好玩 人都来齐了没有 还没呢 哥 我妈刚才说我呢 说怎么不带你回去吃饭 下次你一个人 别再偷偷溜了 好 走 嗨起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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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吃饭了 吃饭了 你看 我最后 要是 看 吃了 吃了 这 都会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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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什么 就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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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爱人 不敢沟通 其实这个时候 你真的应该站在林霄的立场上去理解它 虽然你可能羡慕我们从小就锦衣玉食 羡慕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问题 从小父母旧包们的路都给铺好了 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林霄 她敢于坚持自己的梦想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原谅她的话 她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怎么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会为林霄说话 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放弃你 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仍然是最重要的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你最爱的人是林霄 倘若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该多好 这不也挺好吗 你知道了自己爱什么 知道了自己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 认识你和林霄 我很开心 虽然 这中间经历了好多事情 但是正因为这些坎坎坷坷 才将我们的关系 凝聚得这么紧密 好好聊 我听我妈说 她送你的礼物 你没要 为什么 真的很谢谢阿姨 其实那样的礼物 我也很喜欢 很想得到 可是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得到 如果我要了 阿姨就会一直送我 那样我就会失去了 想努力得到东西的斗志 我不想被人说话评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 不想被别人说成事 靠自己的父亲 刚才替你说了很多好话 他希望我原谅你 是吗 其实我一直挺感激我哥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薇薇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已经原谅我了 之所以没有跟你道歉 是因为我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你和我都知道 现在这个时期非常的紧张 薇薇 我向你保证过 阅法三章 不能在工作的时候 谈感情 不能干涉你的私生活 不能跟你套近乎 我都记得 嗯 记性真好 嗯 但愿你把我说的话都记住 哎 薇薇 我 我都记得呀 薇薇 好 现在我们有请 核心集团董事长赵震南先生 副董事长林肖先生 为公司启动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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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司收拾活路了 反对 反对 我们反对 我们反对两家公司合并 停牌重组 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小股东的 我们坚决反对合并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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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重组 不太不对 做得好 看来你的想法是对的 只要煽动他们的小股东 就不怕把事情闹大 孟童啊 我告诉你 不是我吹牛 我再跟你说一遍 在公司记得叫我董事长 董事长 我是觉得吧 只要这些小股东出去这么一闹 那这些负面新闻 就会在网上飞速地传播 那现在赵震南和凌霄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他们之间一定会出现分歧 这一出现分歧 他们就得花时间来消化 这样也就给我们 争取得了时间 齐俊啊 你真是越来越上道了 看来我们这对搭档 马上就要横扫核心 名震商界了 谢谢董事长夸奖 我会再接再厉的 好好干 咱们的梦想 马上就要实现了 一定 坐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这些报道 一看就是没有经过实际查证 妄下结论 接派仪式被袭击的现场 是我们安保措施没做好 确实是我的疏忽 才让那个小人有机可趁 很明显 那些写新闻的记者 都是他们花钱雇来的 普通的散户 肯定不知道我们接派的时间 除非是我们内部的人员 泄露出去了 而且从这些散户的反应来看 他们不是来维权的 明摆着就是来闹事的 我想幕后操作的人 应该就是梦头 说得没错 我已经查清楚了 在这些闹事的人里面 有我们赵氏和雄大的散户 但是更多的 还是他们雇来的人 你们想一想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除了我们的对手 还有谁会这样 你们看啊 现在各个财经论坛上 全是重商核心停牌 重组的水局 他们还煽动别人 一起来反对 卫卫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再不开始反击 核心停牌重组 一定会受到很大阻力 反击是一定要反击的 但是 散户只是闹腾一下 掌握不了局面 我更担心的还是梦头 我怕她说服其他小股东 他们如果同盟的话 对我们很不利 所以我们当下最重要的 还是控制 控制圣华的话语权 我们现在怎么控制他们呀 办法是一定有的 而且我已经想到了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你说说看 我们可以收购几家 符合我们产业链的中型企业 这样不但可以增持我们的股票 也可以吸使盛华的股份 这样一来 普通股民也会收益 也算是稳定了 二级股民市场手中的股票 只要二级市场的股票 不大量流通的话 梦头就没有办法提升她的账股民 你跟我想的一样 可是 这就有个问题了 合并公司 是不是需要很多钱 我们现在 这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如果肇事在顶峰的时候 我们想要融资 他们会把钱送过来 可是今非昔比 现在要融资太难了 困难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得坚持下去 想在投行领域找来钱 肯定是行不通了 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 从熟人那里去解 我倒是认识几个土豪 可是 都被梦头给忽悠走了 所以 现在指望我和卫威 估计是没戏了 我这里有几个目标 可以找他们谈谈 其实 手里要流动资金的 我知道一个 林萧你也认识她 她或许会帮助到我们 真的 谁啊 陈倩倩的父亲 陈斌 还是要本来 不想叫你 知道 不想要你 谁啊 对不起 林萧 昨天我不应该冒人 再微微面前说 陈兵能帮我们 难为你了 现在应该以大局为重 我想薇薇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说那么多干嘛呢 走吧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 老板 老板 张老板 你的店怎么贴了转让呢 是啊 转让 为什么 我想开了 不能总是守着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要去外面走走 寻找新的生活 那公仔呢 公仔 我看你也不懂得珍惜 所以就 就怎么了 就送给别人了 送给别人了 送给谁了 我去找他 那公仔对你真的这么重要 是啊 他是我和薇薇爱情的见证 但如果公仔还在 但你的爱人却已离你而去 那公仔又有什么用呢 要是没有了公仔 要是没有了公仔 薇薇一定不会回来的 谁说的 你要是没有人信 才什么 桂葳 您怎么在这儿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其实你心里应该明白 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到底有多么重要 葳葳 师父得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当这个公仔重回到我眼前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的喜悦 在我第一次弄坏你那个小公仔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的伤心 很难过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很单纯 就想把这个大公仔 买给你之后 就可以弥补了 但是当我去买那个大公仔的时候 事情并非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张大哥让我明白 真爱不是一杯有色的饮料 而是一杯无色的白开水 你得慢慢地去体会 还有不懈地坚持 我真的非常感谢张大哥 他让我们的爱情又回来了 也让我懂得当你渴了的时候 你只要拿到一杯白开水 就觉得它是一杯甘犬 是要感谢张大哥 可是也要感谢你自己啊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要用心去体会 坚持不懈 自己战胜自己 可是 你还得感谢一个人啊 谁啊 你看着谁啊 当然要感谢你啊 你才是我兼职的动力啊 我 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木头呢 什么时候开窍了呀 我知道了 你早上一定被门夹了吧 不是不是 一定是坐车的时候 被车门挤到了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我早上下电梯的时候 还真被电梯门磕了 好了啊 不跟你闹了 跟你说正事 你们去找陈倩倩了 对啊 那她 答应把钱借给你们 周转了吗 她拒绝了 小林啊 从这个并购方案上来看 我觉得非常可行 而且呢 做得也不错 不过呢 目前来说啊 我只能在精神层面 对你们表示支持了 没关系 陈叔叔 我知道您也有难处 您能精神方面支持我们 也是我们的荣幸 陈叔 今天来得很冒昧 打扰您了 那我们先走了 哎呀 灵霄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别着急走啊 抱歉 陈叔 我是有点着急了 您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这事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呢 确实是有部分钱 但是我前段时间啊 把这些富裕的流动资金 拿出来 单独成立了一个 项目投资基金 并且把这个基金呢 挂在我女儿陈倩倩的名下 现在也是倩倩在负责 这项基金的运营 所以呢 她是董事长 资金方面呢 我基本不管 不过呢 你们这个项目 我可以帮你们和倩倩 打声招呼 但是呢 具体的操作 可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好不好 没关系 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已经体会到 失而复得的感觉了 动力也该回来了 而且你要知道 无论如何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在上面 如果没问题 你也要休息一下 你也要去手 的东西 都会在地上 你分析 你也要不在地上 这是下层的 不是 气质训务 还要你 售后服务部 频频有客户 向我投诉你们的服务 态度很不好 再怎么下去 你们要干什么呀 是要卷铺盖走人呢 还是要逼我关门呢 你 我带你 请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可以让我们做到双赢 双赢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帮你 我也可以顺便赚点钱 是的 可我不差点 那怎么办 要我帮你也可以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吧 放弃微微 跟我在一起 臣妾妾 你这是在裹挟你和我的幸福 你让我放弃微微 那是不可能的 好啊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去忙了啊 不送 林秋 怎么样 陈总答应你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让我放弃薇薇 跟她在一起 不是 这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起 我知道 陈谦谦这样做 确实有点趁人之味 可是凌霄 你知道吗 自从你走了之后 我就没看他笑过一次 他整天在办公室 把脸拉得比马还长 找人打喜伤 我给人家 我算你 算你 没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是不是因为没有筹到钱的事情啊 这有什么好郁闷的呀 在他那儿筹不到钱 咱们就去别的地方筹钱呗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多余的钱 放松点儿 不会因为臣倩倩吧 不是 你别瞎想 跟他没关系 不是吗 我的泪光中残留 独自掌握 独自掌握 照亮前方脚下的路 就不害怕风浪 可是风雨里远航 追踪人一片香 茫茫茫城市的海洋 该往哪里仰望 我的泪光中残留 这迷茫茫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 流浪在繁华 迷失的世界 独自掌握 我的泪光中残留 这迷茫的坚强 这迷茫的坚强 我的泪光中残留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 迷失的世界 独自掌握 星光中残留 没有拍拖 吗 杀手 去 水